作词 & 而且制作人 用了一个花 把你留在身旁 圆呀圆 轻轻一生时光 谁是白月光 我伴着天亮 留下你 用尽百计千发 是我说了话 任爱一档起回肠 却唯独不敢对你生长 只让我独自拼着 没有你的时光 我不知 不知的被原谅 公主 姊妹她一直在大厦皇宫啊 你是说姊妹一直在大厦皇宫啊 对啊 算是没有人 姊妹被不免得突兮 她连腰牌都叫我 腰牌一点 腰牌 这是我大家的归人 姊妹 公主 其实在这里 比较远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公主 你上次说要带一个人回去 就是姊妹啊 是不是搞错了 怪不得她不想和马英雄相见 还总不想走的样子 原来 她根本不是姊妹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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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 没事 就是有点累了 这段时间向林泉输送内力 您身体的损耗越来越严重了 这下课怎么办啊 说正事 按照您的吩咐 白颗和蝴蝶 已经率人出城 全力寻找春儿的下落 好 不知道奇葩那边 问出马英雄什么新线索没有 是 李雄 李雄 你给我出来 公主 难道是问出结果了 不对 他叫的是李雄 你在这儿等我 李雄 你给我出来 是 从来 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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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小声一点 大王在里面调息呢 管不了他那么多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欺骗我 为什么要冒充姊妹 我 马英雄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紫妹从未离开过大厦皇宫 怪不得 怪不得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 葵木朗总有后手 怪不得我每次计划逃跑 都失败了 你分明就是葵木朗安排在我身边的眼线 不是的 齐鹏 你还想骗我吗 难道你敢保证我每次计划失败 都跟你没有关系 都跟你没有关系 我那么信任你 我从没有这么被一个人骗得团团转 你是头一个 李兄 我记住你了 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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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让你放手 从现在开始 我跟 没有任何关系 他 凤夫期 花瓣翩翩翘绕于 洛掌心 幻化万千回忆 循我满心欢喜的是你 李诗伟 我发现你好像对回大夏不堪兴趣啊 怎么可能啊 我跟公主您是一条心的呀 公主 您回来了 公主 您怎么了 我就想着留在奎木郎身边做侍卫 也可以一边搜寻公主的下落 没想到今天还真的碰到你了 你如果实在觉得很冷的话 你靠着我 你就算回不去也没关系啊 你又不是一个人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一个大骗子 我还想他看什么呢 若无我 你可觉如意 大王 既然公主已经知道 不如您就把事情和盘拖出吧 他知道我不是隐蔚就如此愤怒了 他如果知道我是奎木郎 那我们俩就彻底完了 是属下思虑不周 那大王打算怎么办 本王心里 从未如此乱过 千丝万许 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头里才是对的 大王早就对公主动了真情 属下是看得明明白白啊 本王为了灵珠求他真心 没想到反而是本王先深陷其冲了 大王 我一见之计 就只能真心相待 不管他原不原谅我 本王都会守护着他 五秀 帮我倒杯水吧 是 是王妃 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若是见到了王寺可怎么办 红秀见过七长老 我这是被您给吓的 快 给主王妃把把脉 看看王寺是否有事 不不不不不必了吧 要的要的 七长老 不瞒您说 其实我家乡的医术 可比化寿要先进得多 我母后说过 一个人要是怀了孕呢 可是不能跟陌生男子 有肢体接触的 特别是像皇太医这种身穿 老年太医服似的男子 如果他们身上有什么隐藏的疾病 万一要是传染了王寺 让他受损的话 啊 齐长老 不如这样 玄丝这般 老太医术 有 HOL 好 哦 啊 啊 看不出王寺是否安好啊 迥然不同是吗 看来此事瞒不住了呀 其实我有幸受画寿祖先托梦于我 说我现在傅中怀的王寺 便是百年一遇的天降紫卫星 我怕泄露天机 所以才不敢让太医给我诊脉 既然两位长辈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再隐瞒了 当真 当真 原来如此 是老夫才疏学浅 准王妃的腹中胎儿乃是未来的大王 大婚之事不可再耽误了 长老 这成婚好像不用那么着急吧 要的 毕竟现在王寺都有了 还没有成婚 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 可是长老 我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定是不会 委屈了这肚中的紫卫星 我要让她在爱与关系当中成长起来啊 传令下去 三日后大婚 这次真的是三日 是 如若婚礼顺利 准王妃的家人 也可以减轻罪责呀 好 一切听齐长老安排 那我家乡的马英雄他们是不是可以提前释放了 马英雄等人 要等到习托罪名才可以放出来 您放心 现在就等找到春儿了 马英雄有意毒害大王为食 惩罚是少不了的 长老院决定让他在城中劳作 以做惩戒 等他出狱后 就罚他种一百棵树吧 把准王妃的寝宫也好好保护起来 其实我也不用整天都待在寝宫里的 散散步 多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 毕竟是紫微星嘛 得吸收一下日月之精华 既然这样 看护就算了 但不可像之前一样 肆意妄为了 好说 好说 我到底还要撒多少谎 受多少罪啊 都分开吧 是 是 是 你没见过 老板 你看见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女子吗 这么高的大概 你看见一个穿绿色的 有没有见过一个绿衣服的女子 白白净净的 没有 没见过 到处都没有冲儿的消息 他该不会已经 大王让我们全力查 就算是大海捞针 我们也要查到底 大娘 跟您打听个人 老板 看到过这个人没有 叫什么大娘 叫姐姐 见过这个人 姐姐 你看这画像上 这女孩子你见过吗 见过 你真见过 当然呀 前日子 她在我这儿 把我给气死了都 你明白这抢我生意是不是 大家各凭本事卖钱嘛 姑娘 这好香囊 全放家里了 姑娘可愿陪我到家里去看看 那你还记得 那女的长什么样吗 她 头上戴给围帽 一脸见不得人的样子 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人 那您知道 她往哪儿走了吗 往那边走了 话说的女子见过吗 没有 浩南大禹 跟我去那巷子看一眼 是 走 我们挨家挨户地搜 是 是 这儿 这儿 走 走 浩南 你去前面 是 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子 大概这么高 没有 白统领 春儿在这里 啊 不是 他 是 comm到你了 都会有不少woman 不大答案 我去喝了 再喝了 去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您了 白统领 软金伞的余毒已清 这几日正常饮食 养一养就好了 今天能找到春儿姑娘 也算她命不该绝 太医 你确定春儿身上 没有其他的伤吗 例如 最近与什么人交手 留下的内伤 没有 她只是被人下了软金伞 几日未尽时 身体虚弱而已 多谢太医 春儿 春儿 你醒了 蝴蝶副统领 白统领 喝点水 来 请喝点水 慢点 我有点饿了 来 吃点东西 慢点吃 别噎着 这几日你就先好好调养 什么也别想 太医已经确定春儿姑娘 没有内伤 那说明春儿就不是与大王交手的人 嗯 那日大王狼孝威力非凡 真正与他交手之人 不可能不留下内伤 你要对待准王妃 也是这样冷静 细致 那该多好 你好端端地提她干吗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看 大王跟准王妃马上就要成亲了 你身为臣子就不能跟她对着干 谁跟她对着干了 她就是配不上大王 你真说着说着就来劲 明明是你 哪户不开提哪户 那 那行 那 那我不说了 不说了 听说你们找到了春儿 情况如何 现在已经确定了 春儿姑娘不是与大王交手的人 嗯 她现在人还很虚弱 之后会对她进一步问话 现在不能完全排除 她是同伙的可能 辛苦你们二位 继续派人看着她 我去和大王汇报 嗯 我们走吧 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大王打算什么时候沈春儿 今日先让她休息休息 明日叫上马英雄与她当面对峙 是 嗯 这 大王这是准备去找公主 是啊 她在此时十分关心 本望要向她说明一下情况 希望公主能通过这只烧鸡 看到大王的良苦用心啊 走了 公主啊公主 这么好的大王 你上哪里去找啊 公主 您怎么了 您好没精神啊 你如果被一个最信任的人欺骗 你也这样 欺骗 有人敢欺骗公主 那公主去告诉大王 大王肯定会收拾她的 要不是你们家大王啊 应该还没这事呢 我 公主 完了 起张老让我给公主按时准备 安胎进补的汤药 奴婢差点给忘了 我这就去准备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烧鸡 糟糕 糟糕 看看 这是什么 烧鸡 这画售人都是吃素的 你怎么拿到的 我特地去打点了一下关系 专门给公主弄来的 好东西嘛 就应该大家分享 对 对 对不起啊 是什么 谁在那里 李雄 是奎木朗让你来的 你已经不是我的隐蔚 以后你没有必要做这些 不是奎木朗 是我自己想这么做 我今天是想来告诉你 春儿找到了 他在哪儿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先别着急 春儿她现在身体虚弱 奎木朗说 等她明日身体恢复得 差不多了之后 再与马云雄一起对质 共同审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说 那个失踪的宫女没死 据说明日要闪 奎木朗最近盯得紧 我们不能再对那个宫女动手了 还有那个人 我们也不能再联络了 尽管其变吧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最近 先不要跟新娘联络 免得再暴露了 谢王爷关心 本王爷不是在关心你 是在提醒你 你要是暴露了 本王爷就露馅了 是 想得明白 好 还有菜吗 都给我端上来 公主 您今天怎么突然吃这么多素材啊 以后就没有肉吃了 我要习惯没有肉的日子 虽然您难过 但是也不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对身体不好的 我什么时候难过了 不是吗 我 反正您那么喜欢吃肉 一下子逼自己不吃 肯定会不习惯的 我就是不爽我不习惯 毁掉一个习惯只需要三天 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Está重臣 总 tik safe 把 supper 不 professionals 好的 哇 你们已永远 哎 春儿姑娘 想不到 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相遇 哎 你干吗 你别过来啊 这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英雄啊 你少来 我们之间 哪有那么熟啊 我们怎么不熟啊 上次你给我送饭 你走到门口之后 不小心摔了一跤 你摔到我的怀里 我还闻了你的发香呢 你 你住口 你堂堂一个大将军 你怎么还胡说八道 毁我名声呢 这 公主跟我说 春儿姑娘被奸人所害 所以后来给我送饭的人 不是春儿姑娘了 当然不是我 那日 我被那卖香囊的女子 骗到了巷子里 来 快进来 这里就是姑娘的家 是啊 来 姑娘 快闻闻 是不是你要的香 这软筋散果然厉害 这么点儿 够你睡几天的了 那 那春儿姑娘对我说的 忠心不二 又无不凡那些话 都不是春儿姑娘说的 我 我怎么会说那种肉蛮话呢 那你对我 我对你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 你可别再胡说了 春儿姑娘 我被奸人所骗 我背双人 我背双了你啊 我背双了你啊 春儿姑娘 我被歹人所骗 我太惨了 大王 看来春儿和马英雄 确实是无辜的 召集三位长老 大殿一事 还有 把公主也叫上 是 把人带上了 是 三位长老 据马英雄所说 阮金散 正是这名宫女春儿给她的 可是 与本王在林中纠缠的那名宫女 被本王所伤 而这名宫女身上 却没有任何的伤痕 而且 马英雄与她当面对峙时 两人所说的东西完全不一致 因此本王怀疑 定是有人假扮了宫女春儿 来蛊惑马英雄 想要加害本王与公主 果真如此 但是 没有真凭实据啊 大王 不知三位长老可听说 宫中 有一名擅长易戎之术的女子 叫清姑姑 这名女子 之前甚至还假扮过公主 本王怀疑 这次也是她搞的鬼 此人 我们倒也有所耳闻 只不过清姑姑 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场火灾 尸体烧得面目焦黑 无法辨认 现在想来 就是这个清姑姑的金蝉脱鞘之计 虽然她擅长易戎之术 却不敢假扮本王身边之人 来行刺本王 想必是怕本王识破她的计划 所以 只敢使这些肮脏的手段 大王英明 那依大王看 这个清姑姑 背后的指使会是谁呀 三位长老 可还记得五年前那场巨变 大王怀疑 这个惠义戎的女杀手 和那次阴谋有关 正是 我等知晓了 五年前的事 定是与准王妃的族人无关 而且 马英雄 虽然是一介武夫 但是对准王妃 却是忠心耿耿 我想 一定是被人利用了才是 那么此事 伤害大王 死杀准王妃的事情 定是另有欺人 我宣布 准王妃的族人 与此案无关 至于宫女春儿嘛 是否与贼人勾结 理应外合 还尚未定论 美人 把宫女春儿 带下去好生看管 严加审讯 是 长老 春儿是被冤枉的 我 我真的没有 我怎么可能呢 我 三位长老 大王 春儿姑娘天性善良 末将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她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春儿是个好姑娘 经宫主提点之后 末将静心思考 春儿姑娘 的确不可能做出那种 头怀送抱的事情 再加上 如今春儿姑娘 矢口否认 又有诸位大臣的调查结果 末将更加可以确定 是末将愚钝 不是末将的错 要杀要剐 悉听尊辩 可千万不要连累 春儿姑娘啊 满英雄 你冷静一点 什么要杀要剐的 这王妃 这王妃 你现在身怀王寺 你才要冷静点才对 长老放心 王寺 好得很 大王 我认为 春儿只是单纯的受害者 你想啊 如果春儿是奸细的话 那他为何不直接逃走 而是又回来了呢 现在这事这么一闹 春儿成为了所有人的关注点 那他如何当内鬼呢 熊嬷嬷 王寺需要休息 准王妃也累了 把准王妃带回宫去吧 你是谁啊 你要干什么 王妃还没说完呢 等等 三位长老 王妃也是重要的受害者之一 不妨 听听她的想法 王妃 谢谢您 愿意为春儿说话 傻丫头 不止我在帮你 大王 春儿的确有错 错 错就错在 她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所以才会被那些坏人给骗了 但是 受害者有罪论 要不得呀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抓住真正的内鬼 不能冤枉了 好人哪 大王 长老 属下这些年也查过不少案子 这次以属下之间 春儿的状况 的确是被人利用 小美女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是在帮我说话 我不是在帮你说话 我只是 陈述自己的看法 本王 也是这么想啊 三位长老 有何看法呀 嗯 这样吧 大王 宫女春儿不得不发 审讯就免了 罚她跟马英雄一样 去后山众书一百科 以作成绩 谢谢长老 谢谢大王 谢谢长老 谢谢王妃 蝴蝶副统领 还有 白科蝴蝶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务必要查出幕后凶手 是 三位长老 今日 就到此为止吧 熊嬷嬷 把主王妃 送回宫去 好好休养 同事通知宫中所有人 为大王的大婚尽心尽力 不得有务 是 不行 我反对 我反对 来 堂堂化授王公之事 岂容你在这儿反对 反对无效 大家都去忙吧 这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什么 穷剑 大王的心剑 嗯 王爷 近日大殿审讯 大王已经怀疑到那个人身上了 不过也只是怀疑罢了 那就好 还有 还有 大王 正命人四处发大婚的请柬呢 据说 宫里面人人都有一番 没想到那个人苦心密谋了一番 奎莫朗不仅毫发畏色 还真的要大婚了 可不 现在宫里可热闹了 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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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爱情吧 有时候就像大风 她来的 闭嘴 奎莫朗竟然没有抓到什么实质性的把柄 那你就去找一趟西娘 告诉她我要见一下那个人 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是 王爷 大王和王妃的大婚 你去吗 去 为什么不去 我要好好参观一下我这个王兄的大婚 来 往这儿吧 行 来来来 浇水 浇水 来来来 来 这儿浇点 程儿姑娘 你来了 马将军 谢谢你 那么维护我 我之前 我之前 对你有些误会 我真是 还请将军原谅 你快别这么说 之前 我却有错处 而且维护春儿姑娘 是我情愿的 那个 这种体力活 我来替你就好 你就坐旁边休息就行了 那怎么行呢 这个 怎么不行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呢 你就给我做点吃食就好了 做吃食啊 做吃食 我是最拿手的了 将军 你要是喜欢吃什么的话 尽管告诉我 我去给将军倒碗水吧 你还没告诉我 你喜欢吃什么呢 我这人啊 我这人啊 自小在军中长大了 活得糟 我就喜欢吃大白馒头旧咸菜 那将军你等着 我这就回上山局去给你做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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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你个鬼木郎 写人太深 去吧 是 军人太深 我掌心 幻化万千回忆 许我满心欢喜的是你 曾我空 欢喜的也是你 一幕是你的名字 守在星空里 一幕转 身上隔千万里 一幕相思 一门痕 暮暮皆是你 身陷在 有你的周目里 一幕是珍惜 一幕是星际飞机 一幕影 不解释你身影 一幕像丝花 万物万物解释你 沉迷在 有你的环境里 一幕是珍惜 一幕是星际飞机 一幕影 不解释你身影 一幕像丝花 万物万物解释你 若无我 你可觉如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